荣耀发财快报 打仙什么都知道 我是张大仙 今天我们用一局实战 来详细讲解裴青虎的打野节奏与玩法 通常情况下裴青虎可以考虑反野开局 但这局我们直接红开 注意我们的打野路线是红 三雄 蓝 然后直接开中路河岛的小野 注意留成绩 抢小野 此为当前版本打野必争野怪 这里上路打过一波团战 后翼没有闪现 此时是抓上的最佳时机 虎形态靠近后 切人形态打掉一发强化普攻 接一技能减速消耗 立刻回拉 以此试探草丛中的花木兰 木兰现身 重剑形态有减伤 我们不要投铁进入他的攻击范围 多在旁边以人形态消耗 木兰后翼都残血 注意了 不要贪木兰人头 被明侍影牵制的后翼才是我们的第一目标 无形态登墙 直扑后翼不要慌 二技能命中敌人就会返还50%的CD 我们很快就能再次登回来 一技能收掉后翼人头 获取一技能的返还能量 再次利用二技能登墙原地返回 切人形态回头给一技能 减速再开盾 成功脱离战区 记住玩老虎不要忙 人形态多拉扯消耗 观察时机 再用虎形态短CD登墙突进收割 上路后翼前压是一波gank的好机会 注意啊 这里我们先用虎形态 第一击减速明示影 再转身把成绩脱出来 给到后翼身上减速 并立刻切回人形态 注意在无法击杀敌人时 不要用虎形态一技能 伤害低 能量消耗大 切回人形态后开盾接一技能 减速平A输出即可 击杀后翼后切虎形态一技能 收掉明示影 连抓两波对方上路 已经大幅限制后翼的发育 但对方木兰也很聪明 选择上路补线 不然对方亏了一波发育路经济 差距就拉大了 陪琴虎优势时 不仅要帮队友推塔 还一定要记得进敌方野区 趁机留好强野怪 最好是一个都不留 统统拿走 那我们陪琴虎 如果无法在前期快速解决战斗 那么时间拖得越久 就会对自己越不利 对方射手发育起来 局势就会逐渐被对方掌控 这局我方射手百里 敌方后翼 越往后拖越不利 后翼大鸟直接开到百里 顿山强保百里却双双阵亡 前期建立的优势 在这个13分钟的后翼面前 荡然无存 但我们此时也绝对不要想着 虎形态突到后翼脸上 那必然是会被后翼乱箭射死 要多以人形态 一技能边缘消耗兵线 尽可能拖延敌方进塔推进的速度 控制好与敌人的距离 反复拉扯消耗等待时机 那看这里 后翼明世影虽然是步步紧逼 要推水晶 在仅剩我一人手塔的情况下 我靠着人形态消耗 虎形态拉距离保兵 反复拉扯后 终于降下了后翼的血量 虽然眼看着一套就能带走敌人 但绝对不满不前冲 继续人形消耗 确定将明世影血量降低至一丝后 再展开追击 这里注意明世影的链子方向 是消失在草丛中的 可以以此判断后翼此时躲在草丛中 企图伏击 切虎形态直接登墙 越过草丛同时击杀后翼明世影 对方团灭力网狂澜 明文 易变狩猎鹰 出装追击捞锋 抵抗之阙 末世忠师之力 随心锤 破军 后期可以将打野刀换为明刀剥夹 王者镜头小魁蜂 一遇大仙都得蒙 我是张仙我们下期再见